黃色衫的星島在今屆的實力是比上季增強了不少的 今場球對著紅色衫的藍華自然吸引不少的球迷入場 而旺角場亦都接近爆棚的 藍華一點都不敢大意 一開球就全力搶攻 在13分鐘 藍華由卓斯在禁區外邊左腳射世界球打開紀錄 連線1比0 接著歐偉倫接並挪位置的長傳頂入多一球 藍華在上半場是以2比0領先的 星島在下半場是19分鐘是破彈的 戒亞退入禁區在扎位起腳 摩亞保重人網 星島最近到1比2 多達了33分鐘 星島的道卡是踢跌了15個倍 被球證第二次佛王牌要離場的 星島是以10人應戰 藍華直到原場前的2分鐘才能夠增添紀錄 譚阿福在禁區踢跌了基亞 藍華獲得了12碼 焦仲文是為藍華射程3比1原場 下週電視記者王文傑報導